短的时间把所有东西通通都学会 基本上不太容易 但是你们要在短时间里面 最后还是要教一些专题出来 所以同学最后都会在Google去copy贴上 贴上之后再来跑 结果发现很多会跑不太顺利 就是卡在回圈这地方 就不知道怎么修改 所以如果你即便你要拿人家东西来 你观念清楚你怎么改都对 但是你观念不清楚的话 你怎么改都改不出来 所以就是说即便像台湾因为市场太小了 你说你什么都要重新写 有时候其实还是太花时间 有时候会拿别人东西来改一改 但是基本上我看有些人 所以改的不适合那么好 是因为这些观念都不清楚 所以怎么改都改不出来 所以特别讲的这个地方很重要 再来的话还有所谓的巢状结构 就是在回圈里面又分成外的回圈跟内部回圈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先跑一个外回圈 再跑一个内回圈 内回圈跑完之后再跳回去 再又跑外回圈 外回圈再跑内回圈 应该如果你们有写过其他语言的话 应该都知道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呢假设说 我今天呢希望跑出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各位可以 我也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跑出一个 实际的例子 这个也是一个考题 如果我今天要跑出这样的结果出来 这是什么 对就是什么要不要 你就必须要透过什么 一个外回圈加上一个内回圈 然后呢你要去思考说 我今天要运出这一行的时候 那就要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先有一个1乘上1嘛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边前面的部分呢 就是都一样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的外回圈的部分 好 所以你会发现外回圈 那里面的部分就是123到9 123到9 这个是内回圈的部分 那后面的话就是两个相乘 I乘上J的结果 印出 中间的话你可以中间加上什么 加上TAB 然后最后再再换行 这部分呢就可以跑 把这个纽纯外回给跑出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潮状回圈的部分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 宣告一个I跟J 然后呢 外回圈我是I 内回圈我是J 那最后这个中间其实只是什么 把它输出 我用Print 为什么 因为我用Print line就变成一直接下去 那Print的话就是只是输出 最后再加一个什么 最后再加一个Print line 就是让它换行 这个部分只是换行 或者你可以输出一个斜线 N也可以 那用Print line会比较简单 就是你这个内回圈跑完之后 对不对 那最后是不是要加一个换行 就是在这个地方加一个换行 换行之后再跑回去之后 再继续下一行 有没有 下一行 那因为I本来是1 所以前面部分是1 那在下一行变2 所以在这 然后最后再换行 一直到9 所以你看 没有几行乘4 但是其实 对不对